三峡生障就业参与市预算 去年经过各方集资广义后 共有五项提案 经过了当地生障朋友投票之后 结果出炉 由伊甸基金会三峡服务中心的永留社 以及三峡老街管理委员会提出的 我也可以做自己的老板获选 两岸都结合了在地特色 提供生障朋友就业机会 从104年开始 新北市劳工局便与三峡在地的台北大学社会系团队合作 推动生障就业参与市预算 除了召开说明会 也与生障朋友进行就业论坛脑力激荡 并在今年1月提出五项提案 经过投票 新北市劳工局21号公布了获选方案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也特地出席记者会 肯定参与市预算能够了解在地需求 并且更具可行性 心境障碍团体在地的需求 每一个在地的特色不同 就以三峡为例子 包括在地因为有三峡老街 有在地的一些产品 他们跟地方结合在一起来推动 会比政府来定定的政策 全面的来实施 来得更具有在地性 更具有可行性 新北市劳工局表示 经过十天的实体网路通讯投票 总计投出666票 获得最高票的前两个方案 分别为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 三峡服务中心的永留社 以及三峡老街管委会的 我也可以做自己的老板 这两个案子除了以身上朋友的就业取向 能力专长为考量外 更结合了在地产地特色 也因此让参与此次投票的吕先生 相当期待 三峡的文化 如果我们 比如说像是做面包 或是做什么什么 其实跟三峡的产业 比较没有相关 那其实来三峡 大部分还是 三峡在地 还是发展观光 比较为主要的收入 那大家来总不会就是买一些外面已经买得到的东西 对那如果我们让染染啊 或者是让三峡的肥皂啊等等这些产业 那开放一些给身心障碍者来 新北市劳工局表示 身上就业参与式预算 已经完成了阶段性任务 接下来获选的两个方案 每岸最高补助200万元 从4月份起补助提案单位执行 并且将聘任顾问给予实地辅导 提供营运 行销专业等协助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